磅礴 磅礴 磅礴要是来了 赶快让他汹涌 磅礴一下吧 我是等不及了 这个磅礴 请磅礴吧 看到来不来 好不好 你们谁去啊 我去 平安门女士要我去 喂 我现在可是提醒你啊 今天是你来告白的 他抢那去了 我都看不过去了 上来 来吧 今天是人家先到这个舞台来的 咱们有点礼貌是不是 不是你来告白 你是被告白的姑娘 回来吧 虽然你很淑女 但你没有淑女的礼让啊 要有一个礼让啊 再怎么样是你的上司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情敌 至少在工作当中照顾过你 岁势比我大 我得尊重他点 行了 好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彭博今天要是没来 你们俩还会纠缠下去吗 我相信他会来的 如果不来你们俩还纠缠下去吗 我必须让他给我一个公道 他凭什么就这样冤枉 我多冤呀 你这个女人看上去爷们大气 但其实你该大气的地方一点都不大气 你作为她的主管 三室 人生阅历 社会阅历 工作阅历都比她高得多 你竟然在这跟她因为那家小街度长的事 在这纠缠半天 而在生活当中真正应该迈开步子去追求自己所爱 你却做不到 你也挺小气的 所以我告诉你 彭博不管来或者是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都要勇敢地去争 那我要跟他说了他离开我咋办 那我俩不是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现在不就离开了吗 现在不就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所以我是不是着急了吗 所以嘛 做人应该什么 不要假大气 该想女人的时候小气还是得小气